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那上次可能先补充一下 上次可能我们用错一个词 我在这边用错 就是说什么是 我们上次和之后大家提醒我也是 我们上次说的是有一个超越跟顿断的差别 因为我那时候可能用的是超越的阿罗汉 或者超越的预留国 和我们是什么 我们上次不是说没有超越的预留国 没有超越的阿罗汉 我把什么 我把超越跟顿断这两个搞混了 应该是超越的话是什么 超越是什么 我们上次是说有超越的果是在什么 是在于一来果跟不还果才有超越 因为什么他跳过一个果 他可以前面没有获得任何果 他可以超过 他可以获得 所以应该是一来果跟不还果有超越 而顿断是什么 是预留果跟阿罗汉是有顿断 我把超越跟顿断的 所以他如果有发现 怎么可惜用错 对对上次用错 用错词我把那个记住或者记错了 是把超越跟顿断这两个搞混了在一起 所以上次意思没有错 可是是那两个的用词用错 就是那说什么 有一个超越阿罗汉的话呢 他把那个超越把它想为是要讲 我那意思是讲顿断的阿罗汉 顿断的阿罗汉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上次开始有略略 开始要介绍到了是 开始是介绍到了禅定阵型了吗 我有看了一段的时候 本来是想说 大概要跟大家先介绍 支分 可是在说什么 我发现后面已经就跟 过了半夜的话就有支分 所以我们就按照顺序来讲 我就不用跳来跳去 因为我说如果这样子跳来跳去的 反而让大家可能会 比较混乱或者会混淆 那唯一的什么要我们补充的话呢 是如果是按照在于 显明佛母一支灯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个什么的争议 或它要什么补充呢 大概我们发现后面 它是说什么在于禅定阵型的定义 它是补充什么 它是说用 以之分之门而超越下地的 所属于是上 或者属于禅天的这个善的心事呢 这我们还可以叫做什么禅定阵型的定义 它一定要用补充这个来讲的 因为 什么 在于 纵使是 什么 无色界的话来讲的话呢 它也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以 之分之门而超越下地 它可以超越下地 可是它什么呢 我不会说它是在于 它不是禅定 我们是它所谓的无色定 那 这边的差别 或者它的差距 在哪里有差别呢 在 福贞大师他的另外一解释 他会用什么呢 他说如果是 更精细 或者更精密来讲的话 他会用说 以之分 以及所缘二者当中 以之分之门而超越下地的 善的心事来讲的话呢 这就可以作为禅定正行的定义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 以禅定跟所缘二者当中 以禅定超越的话呢 这代表什么 这个词汇或者这个意思 是有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说一定要跟 下下地跟上上地 这两个地方呢 它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不同的之分 一定会有不同的之分 我们在于禅定 或者四禅天来讲的话呢 它的初禅天 一直到四禅天来讲的话呢 这一边的话是什么的话呢 每一地 每一地的之分都不一样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 五四五四 加起来十八个之分来讲的话呢 那在于四个无色天的话呢 它有没有之分 有 我们会说 它有没有之分 有之分 可是 下下界的之分 跟上上界的之分来讲 就是什么 无色界的第一层也好 第二层也好 第三层也好 第四层来讲也好 什么呢 那之分都一模一样了 它就只有什么 就只有那三个 我们讲说什么 所对质的 另外说 能对质的对质之分 所获得的功德的利益之分 以及安住的禅定之分 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来讲的话呢 应该不要用禅定之分 对不起 安住的属于禁律之分 我用禁律 因为也习惯用中文来讲 用禅定 可是真的来讲禅定的话 它会有它的过失 因为我说 以禁律之分 以禁律 这个三个来讲的话呢 简单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对质之分 利益之分 以及禁律之分 这三个来讲 它这三者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我们 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记得我们上次是慢慢慢慢 介绍到这个来讲的话 那我们从哪里 我们是不是介绍说 乃至从 分 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的定义的话呢 还应该有它 在于 显明风靡律之分 所介绍的 一样 我们就一直推 推类的话 或者说在举一反三的什么 就是 它是不是说从 初禅定的阵型是从什么 它是禅定阵型 而且说什么呢 它是有离开 欲界的欲望 或者欲界的烦恼 而极致的分类 极致的分类 极致的分类 或者说什么的 这个类别的 意思是什么 是 以 禅定 阵型 或者我们说 初禅定的阵型来讲的话呢 以真的来讲的话 它也不一定 当然 当然 有没有离开 欲界的欲望的 初禅定的 那当然也有嘛 我们说已经有 断除了 所有的 欲界的欲望的 初禅定的阵型 有没有 那当然有 当然有这个心事 可是 如果 是 初禅定的阵型 就一定要 离开 或者断离 欲界的欲望的话呢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不一定嘛 是我们上次来讲的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以福士纳斯 我们现在完全就是 我就不再讲 别别的呢 那以福士纳斯来讲 是不是我们说什么 获得禅定阵型 不一定代表 他要离开 欲界的欲望 他只是离开了一个什么 一个初分的 欲界的欲望 离开了什么 离开了 离开了 能以 世间 修道 而能 断除的 这一分的欲界的欲望而已 而 没有 不一定要 离开 欲界的欲望 他有 他有 这个区分来讲 因为什么 如果真的 离开欲界的欲望来讲的话 他不会再重新再复发 他不会再重新再来 那个 要断除欲界的欲望 是什么是 一定要有 连根 断除的 那我们 获得出禅定 正行的人来讲的话 再回来欲界的人 或是什么 再堕入到欲界的太多 那个例子多得多了 多得多了 好 所以我记得 如果我们 上次 是这样的支分 他有些同学 我知道在私底下 想说 那个支分的介绍是什么 或者支分的差别是什么的话 他 等半章或等半夜 我们就会介绍到了 因为我知道他有说 我不是一直在讲说 有五个支分 四个支分 现在只是 都还停留在数字而已 我们从以前就还停留在说什么 是不是有所谓的 有喜 乐 还有什么 许淫 诗 还有定 是不是我们从 只有听到说是 出禅定了 我们在出禅定 听到了这个 这个五个支分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到后面的时候 再过半章 我们就 就已经准备要 开始介绍 跟大家介绍支分了 大家要比较 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之前要记住或者 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 不是我们 我们不是代表说 无色天 是没有支分 大家不要有这个误会 是 无色界没有支分 是 无色界的事成是 有支分 但他是以支分之门 是超越了 或者 超越了下地 但什么 他没有是以支分 跟所缘 二者当中以支分 为什么 因为他四成的支分 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他四成的支分 都是一模一样的话呢 他的差别 或者再来于什么呢 在于所缘当中 在于所缘 那为什么 禅天就不这样子呢 因为禅天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他的所缘 就不固定了嘛 四成天 他要的时候 他所要缘的 是不是他可以 随 随他所想的 随他所愿望 所以他 一来讲 无色天不是嘛 无色天 为什么 无色天他为什么叫做 无所想的 非想 非非想的是 因为他的所缘 几乎就是固定的 没有了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二十生讲的时候 他是不是记住说什么 那如果以菩萨圣者来讲的话呢 没有特别的意趣 不会到 依着 悲怨 去到无色天 为什么 去到那边没有办法去 利益那边的众生 也为什么 我们在讲说 所谓的 在八无侠当中 所谓的长寿天 长寿天他所指的是什么呢 他就在指这个 无色界的这个四成 为所谓的叫 八无侠的这个地方 因为几乎什么呢 他几乎就是在一种 定当中 圆这个东西当中 可是这个圆的东西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 几乎如果 用 现在的批语可以批语来讲 就有点是那种什么 是不是有些那种 像小朋友啊 或者有些大人那种 追剧 追连续剧啊 或看电视 看到那个迷思一样 你看你在前面跟他 挥手讲话 他都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无色界的话 他几乎就是这样子了 他在他的这种 对于 定 对于净律 他的那个一个所言 是 专注一致到 你要跟他 讲任何事情 他都也 起不了动念了 已经就是在安住 你要他从这个地方起来 他反而会觉得很烦啊 会扰乱自己的心神啊 所以他就是安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 常年累月在一个这样子 一个 一个 定当中的时候呢 这就是为什么叫 常寿天 为什么他叫做是 无瑕嘛 虽然他是一个善趣 可是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无瑕 他没有办法去思维嘛 没办法思维什么 就是安住在这个定当中的时候呢 他变成是一种 无瑕了啦 好 那 我们 大概上次是略略来复习 我们略略复习到什么是 禅定阵型嘛 禅定阵型 那之后 我们在开始分的时候 我们上次也是不是跟大家略略 还要分到说什么 那我们现在虽然 只在简单的介绍 是说什么 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但是按照 奈兰陀世 按照 用佛经 来分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说什么 我们分 色界可以分十七成 色界会有十七成 我有看过我们中文的经书 他有说有十八成的色界来讲 我不知道那个是 出处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很仔细的去研究 那个来讲 可是我们在后面 我们在慢慢开始介绍的话呢 我们所谓的十七成的色界 和他每一个成 每一成都有他的名字 是不是上次我们从那边来讲 所谓的 范仲天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所谓的 游顶天 这是什么 这是 起个头 到了最后的尾嘛 范仲天 是什么 是我们 社界里面的第一层 为范仲 又 范仲天里面的 叫做说 所谓像大仲天 范仲天 从 这个来讲的话呢 一直到什么 到最后一层的游顶天 按 这一个一个的名词 一个一个分类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 再跟大家 绿绿 会举出来跟大家讲 在这个时候是什么 是 我们 如果记住的话是什么 就是 初禅天是有 三成 二禅天是有 三成 三禅天是有 三成 四禅天是有 八成 和 四禅天的 八成 我们上次是不是配合了 二十生 那边所讲的话呢 前面的三成 是什么 是 可以依着 凡夫 所累积的 夜 跟烦恼 而生在的 而 后面的五成 我们 后面的 这个 对 没有 不是 我再 我要再背一下 我们所谓的 我们常常讲的 射究竟天也好 或我们常常讲都算 我比较中算 我们讲射究竟天 我们讲射究竟天 那个 射究竟天来讲的话呢 我们 那我们所谓的 这个射究竟天 第十七成 为较射究竟天 射究竟天来讲的话呢 这边 都是什么呢 就是 唯有是修了 某一种的 特殊的禅定吗 等一下我们 我想说我们 把禅定阵行 这边的介绍完毕的时候 大家 我们可以再一起回去看前面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是不是 开始我们在讲二十生的那个时候 他就是开始在介绍 禅定阵行 那个禅定阵行 说真的来讲 如果对禅定阵行 没有一点点的了解 或者一点点的认知的话 那时候只是讲说 我修这个而三在这个地方 修这个而三在这个地方 那到底在指的是什么 或者是 这个修辞是怎么样 那个都还没有清楚 我想说我们回去 大概就可以指一下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那可是我们上次是 提到这个 所以加起来 以 射天 或者我们所谓的禅天 或者有些人来讲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一般我们会用 射天 禅天 那我们所谓的 他说犯天是什么 犯天来讲的话 是什么 是出禅天的别名 犯天 我们讲犯天 我们讲说 犯天王天 或者犯仲天 或者什么 犯天王 什么那个来讲的话 那都是在讲 以后大家如果有听到 或者在经书里面看到这个 犯天 他只有在指什么 他不是在指射 我们不是在讲说禅天 或者我们所谓的 是禅天 他不是在讲 他在指什么 就是在指 出禅天的名字 总的名字 我们叫犯天 犯天里面有 犯仲天 等等 这种的用词来讲 他还有三成 所以我们听到那个 犯天 是什么 是 禅天里面的 我们讲的 出禅天 出禅天的真正的名字 叫 犯天 而只是我们把从 简单一点 或者容易一点 我们就把它讲说 叫 出禅天 第一禅天 或者什么 这个比较容易的 来介绍 那我们今天 我们开始会介绍什么 我们就开始准备要 开始介绍了 吴色天的 或者 吴色天的这边的禁律 或者吴色天的定 看 我们还没下去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的 问题 或者想要问的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下去了 那我们 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在里面提出来的话呢 那我记得我们 应该已经到这边了 我们到了第165页的 165页的应该算 倒数第二大段 对 倒数第二大段 这个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 好 抱歉 我忘记我们应该要再跟大家提的话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 我们上次所说的是 我们在讲禅天 禅天 都在指什么 都是 我们所谓的 我们 到目前 所要指的 都是什么 我们说是 我们在 禁律当中的话 我们所谓有 因等制跟 果等制的禅天的话呢 我们一般讲禅天 或者禅定 都是在指什么的话 都是在讲 因等制的禅定 因等制的禅定 和所谓的 因等制 那 你说我们说禅定 就一定是 因等制的禅定的话 也不一定 所谓的 因等制的禅定 如果大家以后不记得 或者要记 比较容易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 因等制的禅定 就是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也有 略略讲的就是什么 是极地的禅定 是极地的 我们在四地里面的 是不是有苦地 极地 这个所谓的 是极地 可能会比较容易 一点点的了解 是什么 是极地的禅定的话呢 那属于什么 那属于是 因等制的禅定 所以禅定 陣型的话当中 是不是不一定是 因等制的禅定陣型 有什么呢 我们就有说什么 无漏的 无漏的禅定陣型 是不是 我说什么 依什么什么 来去断除烦恼 我依什么禅定陣型 而去断除烦恼的时候 那时候所谓的 无漏的话 它就不是所谓的 因等制的禅定 那是禅定陣型 但不是因等制的禅定陣型 因等制的禅定陣型 什么是 是属于说什么是 即地的 那有因等制 当然一定会有 果等制的禅定 那果等制是什么 就是 因为 刚刚以上的 因等制所感的 什么 我们说 等流果 受用果 等这个 上次跟大家觉得 像 受用 受命 习性 等等的话 这都是属于说什么 这都所谓是 就是 果等制的禅定 我们叫果等制的禅定 所以 果等制的禅定的时候 它不是在讲 内心的禅定的 的 那 无色天就是什么呢 也一样可以分出什么 有无色界的禅分 无色界的阵型 和无色界的禅分当中 是不是也跟前面的禅定一样 它因为是 出禅天以外的缘故 它没有什么 没有所谓的 无色界的禅分 只有 从什么 只有 了相 等 六者的 这个所谓的 无色界的禅分 也有当然所谓的 什么 无色界的禅分当中的 初修业者 无色界的禅分的初修业者 无色界禅分的初修业者 和之后在无色界的 了相等 六 和到了 无色界的 政行 无色界的政行 是不是也就跟刚刚一样的分类 是 在无色界的政行当中 当中或者禅定 我们又可以分什么 因等制的无色界的政行 果等制的无色界的政行 这二者 和 因等制的无色界的政行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指 无色界的禅定 又是极地的这个东西 和 因为修辞 无色界的禅定 而感得的 一手 等流 等果 那就是什么 果等制的 无色界的政行 是不是跟禅定是一样的 如果前面有了解 后面这就 一样的分类 那我们看一下他说什么 他说 那第二 说 无色定 可以什么呢 那从所缘上超越各自下地的无色地设的善明寺 为无色阵行等制的能安力 是无色阵行等制或者无色界阵行的定 能生自国苦地的轮回所设 为 因等制的无色阵行等制的定义或者能安力 区分有从空无边处阵行等制到 有顶阵行等制之间 四种 所以我们说这个 我们就要补充的是什么的话 那到这个目前是不是都 他唯一的在改变就是说 我们前面是 以 之分 超越了下地 这边它是什么呢 它是以所缘而超越 刚刚是我们在一开始就 跟他介绍 为什么他这边是要用 之分 为什么叫 所缘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于无色界的时候呢 他前面的 应该说每一界每一界的话 他之分上面没有不一样的差别 每一界虽然有他的之分 但从下下界到上上界的当中 他没有之分上的差别的缘故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出 上界比下界超越的是以 之分之门而去超越了 那如果他不是以 之分之门而超越的话 那他是以什么 应该说什么 像我们用中文来讲 他是以什么 好像脱颖 脱颖出来呢 他是怎么样比 下界为出来的 他是以他的所缘之方面来讲的 那所缘有区分 上上界跟下下界的所缘 就是有区分了 有差别了 那 所以呢 所以他是说是 以所缘之门 或者以所缘而超越了 各自所属的下地 而属于无色界的 这个心事来讲的话 善的心事呢 我们又说什么叫 无色界的阵型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以 因等制的 无色界的阵型的话 是不是就刚刚讲的 是基地的嘛 是基地的 它在分类是什么呢 它分类就是我们这边的 无色界的 有分四层 出城的话叫什么 说什么 空无边 空无边 这是为 你看 顾名思义 顾名思义的话 它 是不是 每一界 每一界所缘的 或者是什么 它取它 这一界是什么 就是 从所缘上而去做区分的 因为 我们在据舍论如果看到的话呢 据舍论谈到无色界的时候说什么 它说 据舍论的 这在哪里 在第三品 在据舍论的第三品 讲到无色界的时候呢 它说什么 以 实际 分出 四种无色界来讲的话呢 它已经什么 它没有地方 没有形状 没有长相 没有什么可以分的 它唯一可以分什么是按照它的心思 按照它的正量来去分 它不像我们说 所以 它一直说 如果想我们想说 轮回 或者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无色界不是有一个 好像有一界 就是叫无色界的 它没有办法用这样子来做 区分的 它也没有说好像 我们这个是 美国 这是加拿大 这是墨西哥 这样等等的 它已经没有 没有边界了 它就是按照什么 按照 自己正量 自己定的功夫 而安利 取名为教 这个 它也没有相貌了 它也没有长相的差别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 第一个 第一界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空无边 他第一界叫空无边 第二界的话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说什么 世无边 新世的世 就是世无边 那 第三的话 什么 我们 我们讲说 无所念 已经没有 几乎没有座义了 无所座念了 或者 无所念天 它 已经什么呢 没有特别在座义了 为什么 因为 前面的空无边 前面的世无边 它还有 座义 还有初分的座义 还有初分的座义 初分的座义 初分的座义是什么呢 它 已经 什么 它是圆着说好像 这个地方就是只有虚空般的一样 它的座义 或者它的圆着 那个念头 就是好像 好像 遍布了 以前我也 没有 不了解 它说什么 就像你看我们讲说 在冥想或者观想的时候 它说什么 你观想好像说 光是片满了这个整身的 它现在的无所念是什么呢 它所作念是什么 你观想的好像 就是 在念头上就只有虚空 或者 西方哲学 它是什么 有些人有那个睡眠困扰 它说你又观想说 你就躺在一个 很软的一个 云朵的当中 像棉花糖 可是它现在观想是什么 它是观想说 就是 什么 就是 完全就是 骗虚空了 那样子 只有虚空存在的 因为虚空是什么 是 几乎没有 没有形状的 因为什么它是 不可触碰 不可遮止为虚空的话 这样子的作念 我讲说什么 做的是 作意为 空无边 这个空无边是什么 是骗迹的 完整的 骗布的 这样子来讲 那第二个是什么 因为空它还是 比较粗的 为什么 它是从粗分的 外在的设法而案例出来的 是 没有触碰 没有阻碍 触碰阻碍是在外在的设法 才会有触碰 有阻碍 和由这样子而案例出来的虚空 那毕竟是比较粗 它现在更细一点是什么 是我们想的是 在以第二层的话 什么是 事无边 现在不是虚空遍满一切 而是我这个心事遍满一切的 只剩下心事了 只有心事而去圆着 而去广大的来讲的话 这是为第二层的 我们讲事无边天 那第三层的时候 无所作念 或者无所念天 是什么是 它以没有念头 想作为自己的念头 所以 所以 我们 我那时候常常想到说 以前那种 我们可能 对于成定的 有些人 错误的概念是什么 你就不要作念使内心停下来的话 我们说什么 心事不可能停下来的 心事没有办法停下来的 心事就一定有它的作用 你说你无所念 就像什么 我们说什么 我想说 无常如果停下来的话 我也知道 如果无常停下来的话 可是无常是由因缘生 它就会每一刹那灭亡的 一样 那心事 生下来的时候 它不可能没有作念 可是有些人说什么 那我是以 不去动念而去缘的话 那这一个缘的方法等于是什么 就像 三残天所要缘的是什么 它缘着 没有念头 它会没有作意 作为自己的所缘 它好像说 我不要作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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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反而是以 不要作念为自己的心事的念头的话 因为那个比较细的时候 它已经什么呢 已经几乎 察觉不出来自己有念头 可是还是有念头 它是什么是 圆着 不作念为自己的念头 那当然我们到最后的 这个我们讲说在与 一个用词是有顶天 可是在与 经书上面我们看到的 或者像在金刚经 别的地方我们都讲说什么 是飞翔 飞飞翔嘛 飞翔是什么 是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初分的翔嘛 我们是不是在五片行 或者我们在讲说 呃 我们常常常讲的五蕴 是不是 色 受 想 行 是 这是我们五一个以 一个人也好 或者我们说友情也好 这个为什么看来它会分五这个五蕴呢 是不是 只有这个五蕴的 当然 无常字也一定涵盖在这个五蕴 可是它为什么 特别要立出受跟想的 因为这跟我们一般的人 或者我们的心所里面 最有相关联合性 或者最有跟我们 起心斗念 最有关什么 就是受跟想 因为受是什么 我们在五蕴当中的受是什么 是我的感受 喜怒哀乐 或者我们这边来讲 以经书来讲 总 简单来分什么 分 喜 喜 乐 苦 舍 所以这个来讲 我们所谓的 那种所谓的 应该 后面它分受的时候 我们 是有分五个 它有喜乐 痛 苦 痛 苦 跟 舍 这五个来讲的话 我们后面我们会慢慢 越来越多介绍 可是就是 喜 乐 痛 苦 跟 舍 这五个为 叫五种感受 这是我们跟每一个人 最有关系的 而想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分辨 想思想的 来讲的话 因为它说什么 在 据舍论的时候 它分出这个说什么 因为它说 最多 最多我们分出一个人来讲的话 它可以分出两种类别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俗家 一个是 出家 可是一般的俗家 一般的出家主要是什么呢 俗家可能主要是什么 它是为了 瘦而去努力的 它的自然而然就是 我为我的感受来讲 它有些人 深重 它说什么呢 可能我不那么的 对瘦 有那么多感觉 可是什么 它常常为想而去争 或者想而去努力 什么 我的见解是这样子 我想要的 这个来讲的话 它从这个来去做 去分的 很多就是 当然 这不是一致的定义 可是在据舍论 它分出什么 为什么会分出 这两个心所的话 因为这跟我们 所有的 想 不管是生也好 俗也好 这两个最大的区分 它是一个为 一个什么 一个为 是为 瘦而去努力的 一个是为它的 想而去努力的 而行 为什么来分 因为行就是在 色 受 想 是 以外的所有的 这个无常 因缘而生的这个 都属于是行的了 那是 为什么要特别来讲呢 因为是 是控制所有的心事 心王 它没有这个心王 你有单独有 乐 受 单独有想 它也不可能生 它是由 随着这个 事而转的 那 实际实际来讲的话呢 它不用这个五蕴来分的话 它也可以 可是为什么要分出 这个五蕴呢 就是一个人 来讲的话 它几乎就是 最主要就是 以这些为 为主了 为去 做的时候呢 那 我们 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 那 与 无色界 无色界的这个第三层的话 我们讲到了说 刚刚讲的 无所念 到第四层的 非想 非非想 所以 这个想 在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五蕴当中的 这个 想运 或者想心所 我去思维的 分辨的 去做这个 意念的 这个来讲 我们就叫想心所 那 非想 这个非 的用词 这个非 因为我们中文 很妙 这个非可以变成 我们现在的俗话 可能有时候是变成 是 不是 也可以做 有时候是 没有也可以做 和这边的 它不是 不是 在指 不是 它在指的是 没有 所以 非想是什么 是没有想 没有想是什么 没有 初分的想了 在于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念 这边来讲的话 都还有初分的想 那 在于 有鼎天的时候呢 已经没有初分的想 所以它叫非想 但是 因为它是 它是 有情 它是 普特前罗 它是 士夫的缘故 它一定有新王 一定有新王 一定有所谓的 五片行 一定有 受 想 行 施 作义 等等都会有的时候呢 它有什么呢 是非 非想 不是 或者 没有 没有想 没有 没有变成什么是 有想 那是什么 有一个细分的想了 有一个细分的想 有一个 初分的这个想 已经几乎是 没有了 但我们还不能说它是 没有想 凡是有心 有事 就一定会有想的缘故 所以什么 它是有一个细分的想 但已经没有我们所谓的初分的想 可是这个细分的想 对一般来讲的话 什么 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用途 它已经 没办法作意了 没办法作念了 它 动不了了 只是在那个 来讲的 就像 我们 一般举的例子来讲 或后面跟大家讲的 像密法来讲 它说什么 是不是 我们有受过灌顶 有讲它说什么 那种 原始的光明 或者所谓 光明升起的话 那 以我们没有训练的 或者没有串息的 你说 我死亡的时候 光明升起怎么办呢 我说 你几乎没有 对你来讲是 没有什么作念 就像刚刚 我在所谓的 无色借天来讲的 飞翔 飞翔的时候 那个 细分的想升起来 可是它根本 这个 做不起任何的用途 它就是 献起来就来 像我们这种的 没有 来讲的话 光明会不会升起 每一个人的光明都会升起 可是什么呢 因为对我们来讲 不串息的人 或者不知道来讲 它升起是升起了 可是对我们来讲没有用途 因为我们 可以想的 可以作意的 可以用途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在一种 初分的心事 而 那有些人问说 那光明升起 那又怎么样 为什么大家想说 死亡的时候 对于在密秤的修法 这么重要呢 因为 它是自然的 我们不用透过预期的力 它是自然的运转 很容易的 就是那个时候 光明一定可以升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可以运用的时候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心事 如果可以运用到的话 它是那种 应该算最纯洁的 最清净的 没有染污过的 它可以如果利用的话 它的力量是 大的 同样的 我们可能需要 花很多很多的努力 用这种初分的心事 才可以到的这个境界呢 依着那一个 从 无始的光明 或者无始以来 而带来的 而也是我们说什么 以真正成佛的 或者我们讲说 如来藏啊 这个来讲的话 这种所谓的 可以成为佛的这个种性 在以秘法来讲是什么呢 就在指这个 最细微的这个心事 从无始以来就存在 这个是 从我们现在 一直到佛地 是这个东西来讲 那初分的心事 都是要 要 舍弃的来讲的话 所以它有 有提到一点点来 来做的话 我们讲的这个 无色界的第四层的 什么是我们讲 非想 非非想 或者 比较容易来讲是什么 就是什么 有顶 像我们刚刚讲的 色究竟天一样 这边就所谓的 轮回 有的究竟天 山有究竟天的 或者说我们所谓有顶 已经到了 山有的最顶了 是不是我们 大家还可以顺便 跟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说什么 是不是在之前 我们依着世间道 都可以 什么 都可以 脱离到 无所念 天的烦恼 都可以 都可以去主 那时候获得什么 那获得了 有顶天的 正行吗 可是什么 有顶天 有顶天所属的烦恼 当然有 有顶天有 有顶天所属的烦恼 当然有 它是轮回当中 它也是依着 夜跟烦恼而生起来的 可是什么呢 要断除 有顶天的烦恼是什么 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依靠了世间道可以断除了 如果断除了 有顶天的烦恼的话 唯有特有什么 唯有特有所谓的 无漏的道 唯有什么 如果断了有顶天的烦恼 或压制有顶天的烦恼的话 它就已经是什么 是阿罗汉了 已经 当然 我现在就说 所有的有顶天的烦恼 不是说部分的 有没有先断部分的有顶天的烦恼 当然有 我说 它断了 建道所要断的 它在获得 建道这个地方所属的灭地 它断了 骗迹的烦恼的时候 它不是说 它没有说什么 我断了 我们是不是 我一直跟大家讲 福生大师的应届来讲 福生大师是没有说 我可以断出某一点的烦恼 这个烦恼我不断 它没有办法这样讲 如果我断了骗迹的烦恼的话 是三界的烦恼同断 它没有说 我先断欲界的骗迹的烦恼 再断什么 色界的骗迹的烦恼 再断什么 无色界的骗迹的烦恼 它没有这样子的烦恼 为什么 因为它说 如果要断的 不管任何一界 是欲界也好 色界也好 无色界的烦恼也好 你要什么 你要断除它的我值 你要断除它的我值的话 我值断就是三界的我值 是一样的断 没有说先断哪里 再断哪里 再断哪里 我们这个是不承许的 或不承认的 有这样子 那大家 我们上个礼拜 是不是也跟大家 要回想或者复习以前 我们说 那很多人那时候就问 我们持福生大劲 那我们不是有讲说 有讲所谓的 我们说 剑断跟断断吗 那剑断跟断断 不是就说什么 三界烦恼同断 三界烦恼不是同断的话 我只是用简单的 我就不复习 我就大家如果 有一点点的 因为我知道我们 二十生上来 可能也快一年了 可能快一年了 大家如果有一点点忘记 就回去想一想说 我们讲剑断 那剑断的是不是 简单 我现在我们就不细致的 没有在辩论的 就是 没有细致讲剑断的意思 是什么 听起来是说什么 是三界的烦恼不是一次断 而是 是 间接间接间接断的 来讲这叫剑断的 而所谓的断断是什么 是 一次的把它全部断掉的时候 那大家还记得我们福生大师说的是什么 福生大师就不是说这个意思 他是说 剑断跟断断的分类 他也不是在三界烦恼上面做这个 而是说什么是 如果有先断除 世间修道能断的烦恼为先断 再断出世间所要断除的烦恼的话呢 这叫什么 这叫剑断 所以剑断的人是不是说什么 他先 获得了禅定 再会 成阿罗汉国 他是这样子来讲 这才叫剑断的 而断断的什么呢 我们上个礼拜我是不是 请大家回去来讲 所谓的断断 为什么他有办法依着什么 他从 凡夫 一直到获得阿罗汉的时候呢 都什么呢 都还没有获得 什么 禅定正行 他就是依靠着 出禅定的禁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无所不能嘛 他从获得了 出禅定 获得了止观 当然他一定要获得止观双应 没有止观双应 他从止观双应 他一直这个 没有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说 如果 如果 走向了 禁分 正行 禁分 正行 这个道路的话 或者我们讲剑断的话 他中间是什么呢 他就是为了 周遭 有什么 有一定是为了说 想要在 身在轮回当中去努力 就是想要先去 可能说 人 太苦了 我先去身在上界天 或拿一个 来讲的 那个 一路的这种 所谓想 顿断的这个人来讲的话呢 他说 我就用白话一点 他根本不管说 我在轮回当中怎么样 我的目标就是什么 我就是要朝着 要去断烦恼了 我目标是朝着断烦恼 我可以用的工具是什么呢 我就可以用了 出禅天的禁分 就可以走 我绕那个远路 去什么 去找那个阵行 身在轮回 这样走来走去 干嘛 这样绕了一大圈 不如直接就用那种禁分 我就直接直冲 直冲那个 卸托来讲的话呢 他是不是 因为他没有那个追求嘛 禁分 主要会走上 走上 阵行 跟不走上阵行 直接走的去 是什么 因为那个人 有没有想要追求 我还要身在轮回当中啊 对不对 我如果是为了 主要要身在轮回 他就一定要说 我先把某一层的烦恼先压制 所以我开始在身在 那个地方 你说这不好 也不一定不好 因为他 我 太出谋的烦恼 先去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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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比较容易 再慢慢来讲的 可是那个 所谓走 顿断的那一个人来讲的话呢 他已经觉得说 这就是有在 太浪费时间了 就是 还要在什么 一步一步一步 直冲 是不是你看他 从预留果 跳过了什么 跳过了一来果 跳过了不还果 直冲 就从预留到阿罗汉了 是不是我们大家 那时候在介绍的 所谓的顿断 是我们跟上个礼拜 我记得我有提出一个问题 大概是在介绍 这篇篇来讲 是不是我们说 为什么可以有顿断 他为什么有一些是有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果位 要一步一步的 差距 是不是就是 因为 有一个是可以说什么 顿断的人的话呢 他什么 他从 在修持的这个动作 他从来没有获得 出禅定正行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不追求 要获得出禅定正行 因为 为了要获得出禅定正行 是什么 是先把某一个 一层的烦恼先剥掉 在某一个阶段 先把一个阶段剥掉 他不是我直冲 我要把 一个 所有把三界的烦恼 都要 一直断掉了 而我们讲 那个间断是什么 他不是 他是一层一层慢慢 一层一层慢慢 一层一层慢慢 慢慢来的时候 他从 从 从 禁分 正行 禁分 正行 禁分 正行 是不是他是按照这样子的词地 而去 修持的嘛 好 那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无色界的 侍者 分类是不是说什么 你看刚刚讲的名词 空无边 世无边 无所念 非想 非非想 都是从什么 从 所缘之上而分出吗 所缘的上面来去做区分 才会分出这四个名词 好 那 所以说什么 他说 那 为这四种 那 初禅定正行 是不是说什么 他是 禅定正行 但是什么 是离开欲界的欲望 现在他唯一的变化是什么 他是 是无色界的正行 而他是什么 他是离开了 四禅天的欲望的极致分类吗 这个来讲的话是 我们说什么 是空无边天的正行的定义吗 空无边天 或者我们说 空无边天的正行的定义 好 那 所以说什么 他是不是 就是一样的来讲 说那 有笔可 可余 荔枝 底下三种 所以什么 以此推类吗 以此推类 我们说什么 按照 如果知道 空无边天的定义来讲的话 四无边天 无所念 跟 非飞想 非飞想都是一样了 也是什么呢 说 那 于他身中 由修习因等制的 无色定的 什么 一手果 以及等流果 任何一个 就是 是等流果也好 是一手果也好 哪一个都可以 这是任何一个呢 为什么 生果的 或者 他说 为生果的 无色定的案例 或者 我们就什么 果等制 就是果等制的 无色定的定义了 那例如说什么 投身 无色戒的众生 心绪的 生力诸法 大家还记得 我们记得上个礼拜 讲生力诸法 是什么意思 生力诸法的话 是 与生俱来的 就是我说 因为 应该不能这样讲 他不是与生 好像说什么 他不是那种 自然就这样子 他是什么 他是努力的 今生生下来 他就自然的 因为 为什么他不说 我是今生的努力 今生的努力的话 他就不是因为 前世的 所修的 禅定的 一手跟 等流 但是只是 今世的努力 而獲出来了 所谓的果等 就是什么 他是在别世 所修的 无设定的缘故 而获得的一手 或者说什么 等流为 这些等等的 好 那所以 我们以后看到 他这边的用词是 生力诸法 我 我 我比较不喜欢用生力诸法 我会用说什么 就是他说什么 就是 生下 我们就不用 精速的词汇 就是说什么 他就是 与生俱来的 与生生下的 与生生下的 这些的功德 与生生下的 这些所有的 这种的 习气 与生生下 所有的这些的等流 这些等等等等 是什么呢 这就是所谓的 生力诸 是什么 以生下来就有的 这些的诸法 这些东西来讲 我也有这个来讲 好 所以这以上 那就是他对于 无色天的 这些的 各个各个分类了 那 后面这边 要开始要介绍 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都什么 我们都没有什么 特别新的 在这个目前来讲 都是我们 跟色界的一模一样 这个开始还是要 开始要介绍 是比较 比较特别的 他说什么 他说 四净律 与四无色 各有清净定 及无漏定二种 此中 四净律阵型等至 不为 致地烦恼所染污的 世间上所色 为净律阵型等至 这是我们后面要开始跟大家介绍的 那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 应该来讲 我们用的 他把它翻成为 清净跟 无漏 我们以前就讲 简单来讲说 什么叫 有漏的禅定陣型 跟无漏的禅定陣型 有漏的禅定陣型 跟无漏的禅定陣型 那 有漏 是不是 我们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呢 因为这跟禁分 是不是有点差别了 我们在禁分 大家还记不记得说什么 禁分当中 是不是只有出禅定 有漏跟无漏的 在二禅天以上的这个禁分 一直到什么 到 飞翔 飞翔天的这个禁分来讲的话 只有什么 只有有漏 没有无漏的 就在禁分当中 只有一类 只有一类 可以走上有漏跟无漏的 这是最大最大禁分 跟正行的这个区分 就是 禁分就只有一者 就是最初的 我们大家还记得 大家如果还 不记得我是不是 为什么我 说我们大家要 记住一个思维说什么 我说 为什么 他说 大家还记得 福生大师这边有一个用词 他说什么 已经获得 比较容易的 正行 就不需要依靠 比较困难的禁分 是不是我那时候有 大家讲 那可是 为什么我说我一直 我们就说 我一定要让大家去多去思维 是什么 那就是要记住这些来讲 那我们老师那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来讲 那时候是什么 我现在才知道老师为什么 他们常常 他说 如果真的来讲的话 二禁天的禁分 应该比出禁天的正行更好 对不对 我们说 他说 福生大师的用词 不是我刚刚用的用词吗 我说 已经获得的容易的正行 有何必要去依靠困难的禁分 当然 当然 我们在初禅天 我百分之百 同意这个用词 我们说 禁分跟正行的二者来讲的话 当然正行的情况是比 比 比 禁分的情况好 可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是要问说 二禅天的禁分跟 初禅天的正行来比的话呢 那 是不是 获得初禅天的正行的人 不一定有获得二禅天的禁分 但是 获得二禅天的禁分 一定获得了初禅天的正行 才可以获得二禅天的禁分 他是以这个来讲 又是什么 不仅让他把初禅天看成为不究竟 我要看着二禅天的时候 这个情况应该是比 初禅天 好嘛 那如果这样子呢 我为什么不能用 二禅天的禁分 变成有一个无漏 如果初禅天可以 可以变成为 为 可以有无漏的话呢 为什么二禅天的禁分 不能变为无漏 或者 为什么 我会说禁分是 凡是禁分 凡是禁分 就比正行为更难去运游 或更难去使用 那有什么原因 就是 那时候的疫区就是 为了要补充 后面这边 大家要做一个区分 这个区分 我们现在还是还没有 我们先把 禁分跟正行介绍完毕 我还是会回来这个问题 大家 如果可以记住的话 这一边就是 禁分跟正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就是 禁分 当中 唯有 初禅定的禁分 是可以走向有漏跟无漏 而 正行来讲的话呢 不分喔 从 初禅天 一直到什么 到有鼎天 这个八天 八者天当中的话呢 都可以有什么 这个正行都可以有 有漏 可以无漏 当然什么 我们御界的心事 它没办法升起嘛 御界的心事 太为初分的话呢 它根本 没有办法走上 无漏的 的道路 这个 如果 走向 无漏的道路 只有什么 只有 依靠着 直观双运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 还要再把以前的 学过的拿出来喔 你看我们以前 讲的 四种限量当中 不是有讲到说 我们讲说 根限量 易限量 逾切限量 逾切限量 自证限量 是不是有这个 四种限量 它在逾切限量的定义 大家还要么记得 它说什么 它是 依着自己的 不共争上圆 只观双运 而生起来的 圣者的智 这才叫 什么 余节限量 那圣者的智慧 或者走上 可以 为什么 圣者的时候才有在对峙烦恼 真的要去对峙烦恼 断除烦恼的话 要依靠欲界的心事 欲界的心事 在看经书 我知道我们摄拉市的某一些的学院 会说什么 有欲界的心事又是有止观双运 可是以浮生大师或大部分普遍的 这个在西藏的学者我们来看的话 大部分都说什么 走上止观双运的话 就已经是只有上界的心事了 没有 欲界的心事 没有办法变成止观双运 是不是你看我们说 他有 有 我们上次讲的 他是不是说 这又是要复习前面 大家我顺便把他 那时候大家讲 他是不是说 如果什么 他说 出禅定的禁分的了相 应该是属于欲界的心事 大家还记得浮生大师有错 这个他说 只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出禅天的禁分的初修业者 就已经是属于上界的心事了 不只是属于上界的心事 而他又是由 清安所设置住的心事来讲的话 这两个条件静下来的话 预界的心事就不会有 就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 由清安所设置住了 来讲的话 和下面的那个初修业者 都已经是属于上界的心事的话 那你那个禁分 怎么可能会属于是 预界的心事 是不是有这两个原因 来做的这个区分的话 所以我们说 在 余界限量等等的话 预界的心事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作为余界限量 余界限量都已经是属于是 上界的心事了 属于上界的心事了 所以 这边来讲的话 这就很重要来讲说什么 那 这边要了解的 或者要在内心有一个 建立起来是什么 是 禁分 只有出禅天的禁分 有可能是无漏的 在于 正行当中的话呢 是什么 是 上界的八成的 我们是不是现在是 我们讲说 呃 是不是大家现在慢慢慢慢的了解 我们说什么 我们在 我们所谓的 三界九成 他是不是说三界九成 是 三界就是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九成是不是就是 欲界 禅天的四成 无色界的四成 是不是加起来 九成了吗 就九成了 那当然分下去 欲界又可以分为说什么 我们又可以分六道 如果分在什么 欲界又有什么 欲界的善区 又可以分为人 跟天 那天又有什么 天又有所谓的六成吗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所谓的 三十三天 等等的 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说四天王天 三十三天或者讲到 刀利天 等等这个都在什么 这个不是在讲色界 这都在讲什么 这都在讲 还在讲欲界的天 所以大家也要做一个区分 就是我们在讲到说 身为天人的话 他一般的讲说 身为天人 或者在这样子去天一趟 或者乃至说什么 佛陀去了 刀利天为母说法来讲 那都还在欲界当中 那不一定要有禅定正行 只是有一些有能力的 都可以去到 那个跟内心的正量 没有没有相关联 没有一定要相关联系 我们累积的这种善业 是不是 我在引用别的经书的用词 像普教师弟广论来讲的 是不是他想说 我们所累积的善业 除非是依靠福田利的 大部分都什么呢 最多就是累积的流转轮回的 如果我们 如果没有好好去思维法 你纵使是为了 很多人说什么 我帮寺院做事情 或者去帮义工 你说这个是不是 可以走上出世间法 我说我们都还打问号 你说有没有累积善法 有 我说一定有累积善法 可是这个善法 有没有到下次可以转为说去 卸托之音或什么 那很难说 可是他累积的这个善业 善业可以说什么 他可以生在欲界的天也好 或欲界的人也好 这个都是所谓的善业 可是要生在色界 要生在无色界的话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要生在色界跟无色界 所以最起码我们刚刚刚 是不是跟大家讲 就有说过什么 在什么时候才会开始累积 生在色界 什么时候才会开始累积 生在无色界的业呢 是要到禁分 要到禁分的这个程度 才有到开始要生在那边 还是什么 是配合着阵型 阵型生起来的 是不是所属于那一界的烦恼 会跟着起来 他因为有这个烦恼起来 才可以滋润到 刚刚在禁分的那个时候 所累积的这个的业 这两个禁分跟阵型的时候 禁分是什么 是在累积那个业 阵型的时候是什么 是把下面的粗分的东西 把它压制掉 上面的那个烦恼 从坏的角度来讲 是上界的烦恼 好的角度讲是什么 是上界的善心 是善心的增长 使了下界的烦恼的压制 和什么呢 也上界的烦恼 才有办法浮现出来的时候 夜跟烦恼的配合 它才有办法去生在下一阵 很多人想说 我这样子我会不会生在初残天 我说 你有那么好 那么容易生在初残天 就好了 我说好像不懂一下 说什么去拔根草 或者什么 我这样子是不是 我是不是不要这样做 我这样子会累积 我生在初残天 离生在初残天的夜 还很远 这个不是很容易 我说大家说什么 是不是 虽然讲说好像容易也容易 可是难的 它也有它的很难的这种的地方 不容易的是什么 它还有相当的这种的禅定的功夫 没有这个禅定的功夫 它不会 连碰到那种累积到初残天以上的这个边 都没 都连那种 没有到止观双运 你看它都连那个 都没有办法累积到真正的很厚的 这种夜市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累积到 初残天以上的这个所谓的善业 好 那怎么它说 那 世净律与世无色 它所谓的禁律跟无色都在指什么 所以 我们知道这边来指的话 以后 它在这个 经书上面讲说 世净律 世无色 不一定在指什么 不一定在指那个地方了 或者那个处所 我们讲说好像 想到说什么 禅天 无色 无色界天 都以为 都只有想到说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了 或者我以为 我以前会想到什么 就好像想到一个方所 或者一个区块 实际上 我们讲到说 世禅天 世无色 来讲 它最主要在指什么 是在指那个定 在指那个定 才是主要的 在指我们所谓的 不管说什么 欲界的心是什么 在讲欲界的这个心事 而不是在指这个地方一样 禅天 无色 都在指什么 主要在指那个禅定 主要在指那个禅定 所以它说什么 世禅与世无色 各有什么呢 有分清净跟无漏 就是有漏跟无漏的嘛 有漏跟无漏 那如果是所谓的 有漏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说什么 是 应该说什么 是 不为置地烦恼所染的世间善法 来讲的话 我们说什么的话 这边我们可以分为说 是什么的话 它说 这个有漏的意思来讲的话 我们分什么 我们分 说 不为置地 所以不为置地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说 以 如果是出禅天的正行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什么 不被出禅天的烦恼所染污的 它这个时候还不被出禅天的烦恼所染污 是不为置地 所以置地是在自己嘛 所属于出禅就是出禅 二禅就二禅 三禅就三禅 以这样子来讲 不为出禅天的烦恼所染的 或者污染到的 没有受它影响啦 没有受它影响的 这个所谓什么 世间的善 的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叫什么 叫出禅定的 或者禁律的 有漏的禁律的这个定义 它有漏的禁律的话 我们这边有分四种 有一个叫什么呢 它叫说是顺退分 第二个叫什么是顺住分 一个是什么是顺盛分 一个是顺觉则分 那顺退分是什么意思 是它很危险 它现在是 我们先以出禅天的 我们都以出禅天的阵型来做 譬喻来讲的话 出禅天的阵型 有漏的 有漏的出禅天的阵型 它可以分为四种 刚刚讲的 顺退 顺住 顺身 顺 顺境 跟 顺抉择 那顺退的意思是什么 它现在还在出禅天 还在出禅天的阵型 可是什么 可能很快 或很容易 就会掉下去了 它已经在那种危险的 危险的地带 可是什么 可能碰到它可能说什么 下一刹那这个是什么 会被烦恼染污 会被欲界的烦恼所染污的时候 它从 初禅天的阵型 是不是掉入到 有漏的 或者掉到 随顺烦恼的心思了 所以它叫 顺什么 顺退分 那我刚刚是以初禅天来讲 以二禅天来讲是什么 它不一定是退到欲界 它可能说什么 我因为是二禅天的缘故 和我什么 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我受到烦恼的影响 它已经是从二禅天 准备要掉入 掉回到初禅天的 或者掉回到欲界的心思 都有这样子 而 顺住分是什么 它现在是初禅天的阵型来讲的话呢 可是 它也不受什么影响 它也不会往上 它也不会往上爬 它也不往下掉 它竟然就是 我们用白话俗话来讲 就平平 平平平平的 这来讲 那 顺境分是什么 是 没有一定 可是什么呢 它被碰到很多原因 它已经趋向 倾向什么 是可以往上走了 从初禅天的阵型 开始要往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的这个 这个往上走了 那 顺觉则分 是不是前面有掉的 平的 那顺觉则分是什么 是 它现在是在有漏的 可是 抉择分嘛 是不是准备要进入到无漏的 它要从有漏 准备要进入到无漏的 我们是不是 上次有讲的说什么 我们在抉择分 我们在哪里有看过 我们在前面 是不是在介绍到了 嘉行道的时候 它的定义 是不是叫做是叫 大胜的 抉择分 大胜的抉择分 那 顺 顺的是什么 是 它不是这个 可是它是 这个顺着这个词在这边的意思是什么 它是偏向 倾向 趋向 而这边来讲 所以它叫 顺退分 顺住分 顺境分 顺觉则分 按我们这个后面 我们都会一一一的 因为它会谈到别的心思来讲 我们先 这个所谓的 顺退分 顺住分 顺境分 顺觉则分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 是 它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会上 没有一定会住 没有一定会下 没有一定会偏向 没有一定会偏向 无漏 可是什么呢 它的倾向 或者走向是 已经走向这边 偏向来讲的 来去做 我们叫做 顺什么什么分 顺什么什么分 这个 试着是有漏的 试着有漏的 来做这个区分的 那 这个来讲的话呢 可以有这种四种分类 那 是出禅定的 阵型的 应该说是 是有漏的出禅定的阵型 与治之后 随顺升起置地 或下地的烦恼 为出禅定阵型的 顺退分的定义 是不是 我们讲的 是刚刚不被 治地的烦恼所染 那 什么 现在是 出禅定的 阵型的 顺退分的 意思是什么 是 它现在是阵型 可是 我们上次有没有 那会生起来的烦恼 有什么 它 这个 所生起来的烦恼 什么 有 贪 嫉妒 慢 无名 是不是 这些烦恼都可以升起 怎么来说 因为我自己 获得了 特别是有漏的 禅定的时候 它会被 贪着这个禅定 就像我们说什么 就像我们 可能会贪着 像这个物品一样 禅天的东西 因为它不会 它不可能不贪着这个物品 因为什么 随心所欲 我怎么样来讲 你看我们 是不是在讲 人的过患 什么 有钱有钱的过患 没有钱 没有钱 我们贪着都是外在的物品的话 可是禅天它所贪着什么 它是贪着那个 禅定 它内心的这个禅定生前 它贪着的对象是 那个禅定 这个是我 它 如果好像有人要来夺着 或要区分 所以是不是 以前我们讲到说 禅天的最大的苦 是什么 是它准备要往生的时候的苦 因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些的能力 它有一些的自然的那种的 禅定而生起的神通 它看到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候 享受 享得过度了 没有再累积新的善法来讲的话 那过了这么长的时候 把所有的善业都 果报都用尽的时候 下一次大部分用尽的什么 大部分都是往三二道而走 明明看到自己是往三二道而走 没有办法的时候 那是不是有这样子 是不是那时候 我们很多的经 在大藏经里面 就是说什么 是有什么 大饭天 或者某某的 来请问佛头说什么 我将要堕落了 我当然要堕落了 那怎么办 因为他已经很害怕了 那佛头说 你什么 你送这个经 是不是 大家也有问过 我顺便跟大家讲 大家有看过 那个风马骑 那个风马骑的时候 是什么 就是有那种 我们在欲界的天的 去请问佛陀的 他说 每每要跟阿修罗打仗 每每都觉得说很 就不知道有时候会有 那种败兵 或者伤亡怎么办 他请这个经的时候 那佛头说什么 你把这个经抄下来 和放在你的那个匾额上面 这可以驱逐很多的那种违缘 所以到最后什么 那个在西藏 他们就流传的是 在那个风马骑上面 会印那一个 我们叫什么 这个叫说什么 它叫大盔甲经 那以前来讲是什么 是因为佛头叫那种天人 把这个经 放在自己顶上 而再带着去 去战场 或什么来讲的话 这个可以去除很多的障碍 那样子 他等等的话 总之这个意思来讲的话 是 他的苦受是什么呢 或他的贪是什么 他是对于禅定 所以前面 前面这个禅定 他没有被烦恼所染污 可是因为这个禅定 而引伸出来 而被引伸 他叫我们讲 顺退分的意思是什么 他生起禅定之后 可是因为这个禅定 而跟随着烦恼 升起了这个之后 这个禅定就已经是 被染污了 已经来讲 他有什么 有贪 有嫉妒 当然有嫉妒是什么 就像我们 我们从物品比一样 他会觉得 这个人的禅定 比我还更强 这个人的禅定 比我更高 不是有禅定就好像万能的 他还是 世间的话 他还会有嫉妒的 还有什么 还有慢 慢更多 我很厉害 我获得了禅定了 我比人家好了 我这个禅定的这一层 比人家厉害了 是不是你看我说 我们 在我们人间就有说什么 我比你有钱 我比你有权 实际上什么 这根本跟你没关系 都是你爸爸妈妈的 或者这是什么 你来讲 这也不是你努力的 是不是 无缘无故 这个人就会有那种傲慢 就会生起来的 在禅天 一样 一样 他的慢是什么 是对禅定 还有什么 无名 有些什么 因为修了禅定 获得了到某个禅天 他生起什么无名 他以为我获得了卸托 我获得的这个 就已经是圆满了 实际上他只是什么 他还在轮回当中 他还在轮回这个当中 来讲的话 这个一般是什么 是随着禅定 会生起来的烦恼是这四个 就是我们讲说 贪 嫉妒 慢 无名 或者这个颠倒见 或者无名 这个来讲 这四个 这个四个 会生起 所以说有什么 有上界的也有 有下界的也有 是生起了欲界的 或者下界的 等等的这个心来讲 所以说什么 是烦恼生起的话 他不会无缘无故 生起上界的烦恼 可是什么 因为这一界的禅定 生起来的话 他可能随着生起什么 有什么 有这一界的同界的烦恼 也可能生起 下界的烦恼 也可能生起的话 这样因为这个禅定 而生起的话 那是什么 这我们叫什么 叫 顺退分 就是 他的这个之后 紧跟随的 可能会生起什么 因为他没有说 一定生起 那 顺退分 他可能生起什么 顺退分 从第一刹那 变成顺退分 第二刹那有没有 有 就是 顺退分生 顺退分 顺退分 他不一定马上就 就堕下去 或变成不是禅定 因为 什么 如果 顺退分 下一刹那 跟随着 被 烦恼染污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是顺退分 他已经不是禅定阵型了 他已经变成什么 他就是一般的禅定的烦恼的心事了 为什么 大家还记住我们说什么 这个为什么那时候定义 大家 我逼大家要去多思维的话 我们说什么 禅定阵型 最后面有没有包含一个 有一个定义是什么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善的心事吗 这边我们刚刚在讲 禅定的阵型也好 无色定的阵型来讲也好 他这边说什么 由所知之门而超越下地的 色界的善的心事 或者说什么 以所缘之门而超越下地的无色界所属的善的心事 这都是有善的心事吗 如果是烦恼 我们是不是以前就跟大家有介绍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恶 一个是无忌 是不是不可能有善的 没有善的烦恼 如果有善的烦恼的话 就有一个烦恼我们不要去除的 对不对 有一个善的烦恼 我们不用断掉的时候 或者不应该断的 这就不会有烦恼是不用断掉 可是烦恼可以说什么 有无忌 也有可能是恶的 所以如果这个顺退分 我们要知道说什么 虽然顺退分 我以前有一段搞错的是什么 是顺退分不代表是不好的 顺退分它自己本身是善的心事 它不是烦恼 是随着它而可能会生烦恼 我叫顺退分的时候 因为顺这个词 不代表它下面一定就生烦恼 大家不要误会说 它一定会生烦恼 可是什么 它的倾向 它趋向来的 所以有什么 有顺退分变成顺退分 可是顺退分 它第二刹那如果生起 不管是置地的烦恼也好 或者是下地的烦恼也好的话 置地的烦恼的时候 在生起第二刹那 生起烦恼的时候 那就已经不是正形了 因为它已经是随着烦恼 烦恼 比如说这个正形是 是新王 他烦恼 跟着第二刹那烦恼升起的时候 这个正形 已经不是正形了 已经变成是一般残天的心事了 属于残天的 属于的心 因为它不是烦恼 因为烦恼是心锁 它是属于残天的心事 它已经不是正形了 正形一定是善的 所以顺退分一定是善的 但是如果是 当然是禅定正形 出残天的顺退分 它下一刹那是生起 以玉界的心事来讲的话 什么 它所有的禅定都已经就退转了 就退失了 虽然什么 它人还在残天 可是那已经 已经是什么 已经等于是要留集了 就是它已经生起了 玉界的烦恼都生起 已经是准的要 我们用世间的批语来讲的话 是不是你看 我说这个人 可能已经被留集了 可是学期还没有结束 留集了学期还没有结束 我还让你来上课 我还让你到校园 可是 已经确定是 你明年别人要升上去的 所以你已经是准备要 你只有一个 你只会往下走 因为你已经 下界的烦恼 玉界的烦恼已经生起来的时候 你已经确认被留集了 你已经没有属于 残天的心事 所以我要知道说什么 是不是 玉界的烦恼 我们现在是讲 初分的玉界的烦恼 初分的玉界的烦恼 跟初残天的正行 它不可能在一个人的心绪当中 并存了 就是 初分玉界的烦恼的死对头是谁 就是 禅定正行 禅定正行有的时候 这个初分的烦恼就不会有了 就像我们说什么 有悲心的人不会生称恨吗 生称恨的时候不可能有悲心 这两个没有办法在一个人的心绪当中 同时间生起 所以 现在就已经怎么 已经要准备 等当他往生的时候 他就是往玉界走了 就是往玉界走了 那所以叫 顺退分的 顺退分的定义 顺退分的定义 所以我们看顺退分 他这边是不是讲说什么 他是 所以他这边用 于 我们在藏文的话 我如果这边来讲的话 我不会用是 鱼那样子 我们是说什么的话呢 说什么的话呢 我们 应该是 我看一下 对不起 应该是说什么 可能 是 他用鱼的话 是好像 两个都要生起 不用两个都生起 是 或 生起 自地 或 下地的 任何的 烦恼吗 是随顺 大家要 确定 或者说 他后面每一个词 因为这些定义的话 每一个词的会 都有一个它的 背后的意趣 是什么 他说什么 是 与之之后 随顺生起 是 没有一定生起 是 倾向自己之后 就是要生起 是不是 我举的那个例子 刚刚来讲 说什么 他准备要留级 他现在还在这个班级 可是已经 几乎要被留级的时候 可能什么 这是可能侥幸 考了那 低空飞过 可能考了60分 是不是 还是过了 还是在这个班级当中 可是什么 已经还是在那个 已经准备要被留级的 那个边缘的时候 这个来讲是什么 是 他已经在这个边缘 不是马上就一定会生起 自地或他地的烦恼 但是什么 已经是在那个边缘的 那 为什么 我们在这边也解释比较多 如果这个了解的话 后面的 顺柱分 顺境分 顺抉择分 是不是很容易就了解了 他只要 转移方向就可以了解了 他说什么 那 还有 大家 还有一个很 很 应该我说我们以前 我们老师跟我们抉择 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 因为刚好我就先不想下去 我说 大家要有一个 思维或有一个抉择 我如果问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善的心事 一定会到佛地 凡是善的 就一定是 好像可以一直到佛地吗 和什么 一定是烦恼就不能到佛地吗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讲到 你看 如果是 顺退分的话 他现在顺退分 要记住什么 是 顺退分一定是善的 顺退分一定是善的 可是 顺退分我们说 下一刹那 第二刹那生起了烦恼 是不是 他已经确定要跟烦恼 并行的时候 那 这个顺退分的序流 不是我们也要把它断掉吗 他是善的心事 转移到烦恼的时候 那跟烦恼的序流 不是我们要断掉了 可是 如果你说善的时候 那 他前面是顺退分 还是善的心事的时候 这个序流 为什么不能去佛地呢 如果是善的 不是就是要可以一直一直到佛地的 也同样 也同样 我们说 如果是烦恼的话呢 我们说断除的时候 就一定 烦恼就不能转为好的吗 那 如果烦恼不能转为好的话 那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不能说他是 顺退分 生起了烦恼 他在修持 再把这个顺退分的这个东西 又把它变为 正行 不能这样子吗 那如果他是这样子 变成为顺退分 变成 从顺退分变成为 跟着烦恼 跟着烦恼 他又修持这个心事 又转移到善的心事的话 这善的心事 为什么不能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走到 成佛的那个地方呢 这个不是变成善的心事 可以一直一直走上去的 那 如果你说可以的 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说 那个烦恼 在烦恼 烦恼不是要我们被 要断掉的 要断除的话呢 一个烦恼怎么可能 一直要这样子走下去 那你说烦恼已经转移了 那 烦恼就那就不是断了 那只是把它转移而已 那不是把它转移的话呢 那 那 我们 到底 到底我们说 断除是什么 跟这个心事 能否到佛地 或者是能否能成为 我们讲的上次 从 大圣的种性 我们是不是前面讲 大圣的种性 这个心事 能成为 大圣的心事的 关键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讲的 如来藏 如来藏或者佛性 是不是 只是说 是安利在于 大圣的种性上面呢 这个心事的序留 在上面来讲的话呢 那这个心事的序留 能否成为大圣的种性 是不是跟它是 是 什么 善 恶 或者善 或者是烦恼 是不是就一定没有 是 那标准是什么 因为你也不能说 恶的话 一定不是 那为什么我刚刚举的 有些说 那烦恼可能是 无忌的可言走到佛地 饿的不行 这也可以啊 为什么 我说出禅听的 顺退分 他生起了欲戒的烦恼 欲戒的烦恼一定是恶的 欲戒的烦恼没有无忌的 欲戒的烦恼一定是恶 顺着欲戒的烦恼 变为恶的时候呢 他为什么不能再修持 把这个欲戒的心事 又把它转为到善戒的善心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问说 那以前那个顺退分上面 它是不是大圣的种性 那个顺退分的心事 是不是大圣的种性 可不可以成为一切智 还是不能成为一切智 所以大家 我们这个是要 应该是算对于 如来藏跟 大圣的种性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说 那烦恼断掉 跟这个善 这个善不是好像 善心生起来 他就是 好像很多人 大家可能跟我 以前一样的认知 好像善就是一路 顺着这样子 可以到佛 也未必然 善不是就是 一直这样来讲 不是这样子的 是像今天讲到的 这个顺退分 顺退分生起 因为这个因素 善心也可能会生起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烦恼 也有的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还会再来 这边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目前 知道什么是 出禅天的阵行 有分有肉跟无肉 和有肉当中 我们现在知道有四个 就是有肉的这个 有四个是 顺退 顺住 顺境 顺抉择 和我们大概今天 只有介绍到 顺退分 顺退分的意思是什么 他是为禅定阵行 可是随顺他而生起 为什么 随顺他而生起可能是 随顺他而生起的是 至地或者是下地的烦恼 会生起的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 那样子 因为我们今天 我们比较晚开始 我就没有做特别的 我们的宣布 因为我想说 我们现在在县关 我们到一个 跟二十生一样 比较陌生 大家前面可能还比较熟悉 可以听到说有 子 官 或者这些来比较熟悉的名词 我们现在会碰到 在于正行的时候 会到一个 新的一个领域 又是一个 一个比较 新的用词 或者思维可能都要 再转移一下 要认真的去思维一下的话 那我们会慢慢讲 所以和大家有问题 我们就慢慢问 好 那我们大家请合掌回向了